各位觀眾,各位O咀的粉絲, O咀今天是有感而發的。 如果大家有看過O咀在第118集的標題, 當時O咀是在COVID之後回到檳城, 當然當時需要五天時間居家隔離。 我拍了一條片, 說我被大馬的人情味, 尤其是檳城的人情味, 是感動的。 第118集。 O咀今天特別要拍一條片, 是再次想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香港的觀眾, 那種檳城的人情味。 O咀在2019年, 開始學別人去玩Youtube, 才學拍Youtube。 由2019年開始, 成立Facebook群組, 在裡面解答一些香港朋友, 對檳城的一些問題, 尤其是當年很多人想移居。 第二家園, 收尾樂一集, 那些就不說了。 我只記得當時, 很多我的粉絲, 又或者我的Facebook群組, 通常最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歐聚, 在檳城哪一個區, 才最多香港人聚居。 又或者歐聚, 哪一些地方的住宅, 民居呢, 樓下就有超市, 樓下就什麼都可以買, 最緊要方便。 當時, 我接觸很多這些問題, 我盡量解答。 但是歐聚, 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我在2017年來的時候, 我就是特別選一個區, 特別少香港人居住, 基本上是沒有大型商場, 小型商場都沒有, 聚居的都是本地檳城的本地人, 是不同種族的本地檳城人。 那為什麼我要提及第一百集, 《檳城的人情未感動到歐咀》呢? 歐咀今天, 又被檳城的人情未感動。 我拍視頻呢, 除了可以幫到部分的香港朋友之外, 去了解檳城。 我其中一個很大的收穫呢, 就是通過我的YouTube視頻, 我結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不同行業的朋友。 以下呢, 我要提一提, 我這位, 由YouTube我的粉絲, 直至有一天, 我去印度店喝奶茶, 一走進去那間印度店, 我拍過的, 好像第一日二集, 我訪問過那個老闆。 這位粉絲, 當時突然之間呢, 就叫歐咀。 那另轉變, 從那一刻另轉變, 開始, 就成為了朋友。 而這一位粉絲呢, 今天, 再次呢, 是被, 令到歐咀呢, 是被感動。 就是, 檳城人, 尤其是華人, 那種熱情, 好客。 我今天呢, 才發現呢, 原來, 以下這間店呢, 是有, 這麼多種不同的食品買。 那我平時去買都是, 香港朋友來啊, 親戚來啊, 但是去買一些餅的而已。 那今天呢, 竟然呢, 這一位, 由粉絲變了朋友, 的, 的, 坤城華人朋友呢, 因為知道歐咀呢, 就來呢, 就要, 珠海了。 因為, 想在珠海, 過中秋節, 啊, 女兒的一家, 外孫, 就可以過來, 住幾日啦, 那又可以, 共聚天輪。 那這位粉絲呢, 知道呢, 我將會離開一段時間。 特別呢, 是, 駕駛車, 送了一些東西給歐咀。 這樣呢, 不是一代, 是, 這個一代。 另外, 第二代。 那, 你知道啦, 大家知道歐咀就不是做直播帶貨, 亦都不會刻意去買廣告。 但是呢, 這一代食品裏面呢, 即是, 他送給我的禮物, 他特別講, 這一份禮呢, 是送給我, 回來珠海, 還有呢, 送給我在香港的家人, 實在太感動。 那還要加多一句, 他說呢, 不知道我幾時飛澳洲, 那所以呢, 等我下一次飛澳洲的時候呢, 他才再送一份, 就送給我在澳洲的家人。 那這個袋上面呢, 我見到呢, 就有好幾句說話呢, 是, 我好, 好欣賞。 第一句呢, 就是說, 努力奮鬥之後, 才安心享樂, 那是最快活的事。 那然後呢, 另外一袋呢, 那個袋上面寫的東西呢, 又不同的喔, 我現在才注意到呢, 這家店的袋呢, 是這麼有意思的。 那另外一袋呢, 就是說, 美好的舒適感, 成就感, 快樂, 就是幸福。 那對於歐咀來講呢, 我覺得呢, 在檳城, 最大的一個幸福呢, 就是, 檳城, 給了歐咀的人情味, 濃濃的人情味, 這個呢, 就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幸福感。 而打開那個盒裡面呢, 我數過呢, 總共是有, 1, 1, 2, 3, 4, 5, 6,7, 總共是有, 每袋有, 7盒, 的, 食物禮品。 那, 有一種禮品, 我連個字呢, 都好像第一次見, 不過可能讀個薯字呀, 好字呀, 不是買廣告, 不過, 各位觀眾, 如果你知道怎麼讀, 告訴我, 我剛才去, 找個, 好像讀個薯字, 找得讀個柱字, 這個, 最後一個字。 另外, 淡文餅呀, 還有些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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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圓呀, 之類呀, 淡文餅, 很多種呢, 那樣呢, 澳咀覺得, 這一種, 勿慶情易重, 而最難得的, 他正要特地, 開車來, 这种人情味是欧咀在2017年之后来宾城落脚 当然2017年之前我应该有20年前曾经来宾城开一次会 即是机场去酒店开完会去酒店回机场 即没有机会看到宾城当其事 这种感觉是很强 这种强是跟香港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例如欧咀现在在宾城生活 每天早上我去健身房或去游泳或去银车 去国家公园去爬山 在电梯上我遇到不认识的人 无论是邻居或一层楼或不同的族群 我都会很主动跟对方打招呼 当然他们讲英文就安全 不认识人不知对方究竟是说华语 只会说福建话一定会说马来文 一定会说大米尔文 所以通常我都会先说英文 然后大约都猜到对方是说什么话 很容易你就可以结交朋友打开话题 讲一样打开话题 最近欧咀接触过一些不同的陪读妈妈 即是在大陆其他各省市来宾城陪读 就认识了 大家聊天的时候 他都说他们刚刚来到的时候 有一种不习惯 什么不习惯呢 他说宾城人尤其是华人 很熱情 熱情到他们要退后一步 我说什么事 他说很不习惯就是 踏电梯的时候 早上人家主动跟你打招呼 主动聊天 就不是很习惯 我说这个理解的 我说我在上海生活的七八年 在电梯那里都常遇到 你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别人不理你 但是这位陪读妈妈 再谈下去之后 他就说他来了槟城 而一个月之后 他就慢慢习惯 这一种温馨有善的大招呼 那我说是好事 那我说其实我就 就习以为常 无论我停车场 见到人 甚至乎有时见到停车场 有某一位auntie 或者uncle 你见到他拿很多东西 他只有一个人 那我会很主动 即是立刻刮 关了自己的车门 我自己的东西都没拿 那就走去他的车里 帮他拿到电梯那里 那我很自然地 就会做这一件事 那这个也是受到 班城这一种很特别的气氛 影响到 那也都会很主动去帮人 包括我拍了一集 就是做这个柴可夫 那如果各位马来西亚的观众 你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什么是柴可夫 有一个音乐家叫柴可夫司机 那他在欧嘴 就是做司机 送那些auntie去投票 所以那一集 我突然之间 就是庆之所致 改了那一集的名词 就叫做 请叫我做柴可夫 那在这个 檳城的生活 我觉得 就有一些 advise 或者分享 给香港一些观众 其实在檳城生活 我觉得尽量 就是两个字 英文字 go local 即是说 是尽量将自己的生活 节奏 和自己的生活的范围 生活的各方面 都做到好像一个本地人 那样 你就会很快融入 檳城这种 小城故事式的生活 因为檳城的人口 即檳城州 人口是少很多 和香港比较 檳城岛 就更加烟 因为你要计算 这个 明年那边的檳城人口 才叫做 多些 否则在檳城岛 即都不是那么多 即 你在 街道上面 繁忙程度 你看到哪个区 你如果去到 乔治市 Georgetown 市中心 这些人会多些 尤其是游客 否则你去其他 很本地人住的地方 那种 擠逼的程度 相当少 是小很多 所以 如果你尽量 去 go local 你会发现 你那个 在檳城的生活 是更加多姿多彩 在欧嘴 go local 的生活 是要多謝一批人的 这批人 就是欧嘴 在2017年来的时候 是认识的 一班 打太极的人 那这班 打太极的朋友 是 师傅 是完全 不收任何费用 是义务教 通过这个太极的学习 很短时间就认识 在我个区住的一帮本地人 里面有印度的有华人 大家一起学太极 而我之所以能够 认识到这帮太极的朋友 其实就是go local 一间很本地的茶室 这些茶室 如果你用香港的去量度 你可能觉得很shabby 很一般的 但我很喜欢去这种地方 走过 有时去买菜经过 主动跟人聊天 你们天天在 我们打太极 你猜到他们 在打太极 我又问一些行山的东西 你就认识到人 也很主动邀请我们去参加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通过一些太极朋友 亦都认识奔城的征武会 有些活动的时候 大家一起会参加 这种种活动包括爬山 都认识了很多很多新的朋友 令到欧嘴的退休生活更加多之多彩 今天这条片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欧嘴今天的心情 被感动 很多谢这一位欧嘴的头号粉丝 这条片 我的孙子和我女女一家都会有机会看到的 首先我代他们 多谢你的奔城特产礼物 我将会在今次飞回香港 然后马上进珠海 回到珠海家 就会带齐这些东西过去 到时就会和孙子 或者来的亲戚一起分享一下 我作为女女的爸爸 作为我孙子的爱公 在奔城生活的一些喜悦 各位观众 好 暂时是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